來看一下這個就是資訊收集的部分 因為現在大家基本上都會用搜尋引擎 那我問一下大家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是有遇過這個關鍵字打究竟 沒什麼你想要的資料 請問你如果遇到這種情形 比如說這個是比較新的名詞 或是說比較冷門一點的 沒有那麼多資料 那請問你會怎麼做 查了之後也就是資料不多啊 那你會隔兩天再來查一下 一個禮拜一個月後 管他的把那個丟掉不關我事 找不到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你去圖書館的機會少很多 對不對因為你想說去圖書館也找不到 不是是你根本就沒有找 其實說真的 Google沒收入還有非常非常多 Google收入就這麼一點點 對吧 事實上很多是沒有數位化的 那你圖書館找到還是很不錯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關注那個關鍵字的話 你可以試看看叫 Google 快訊 有沒有人有用過 Google 快訊 沒有 所以我剛剛不是有跟各位介紹嗎 我有小幫手啊 我常常會請他幫我查一下 我在網路上的知名度啊 為什麼需要 因為你的個資有在上面嗎 我就請他幫我查 不然我想到再查一下 有時候這就比較慢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你看喔 你進到你的那個 Google 你已經登錄之後 你找這個地方 只是他的位置呢 很抱歉喔 不是在我們最常見的 這裡面 這裡面沒有 你要按更多 這裡也沒有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直接進到 Google Google 你到Google的首頁齁 咦 你們也用過好手氣嗎 沒有 從來都不想用它齁 咦 他那個 你直接用搜尋好了啦 你找 Google 快訊 好不好 你直接找 Google 快訊 有沒有這樣進來了 有一個關鍵字叫 Google 快訊 這個是 Google 很久就有提供的服務 在這個地方 你就會找到它 那我們就點進來 那麼你可以像我一樣齁 你只要有登錄了 你可以來這邊去增加 有沒有 你從這邊建立快訊 看你想要關注什麼樣的關鍵字 你把它編輯一下 你看一下 你要關注什麼樣的關鍵字 那他查詢的頻率 你要一天一次 還是一個禮拜一次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一周一次 對不對 那來源 因為就已經找不到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讓他 反正只要全部有的 我都來 都告訴我 再來語言 要不要特別限制一下 要不要哪個地區 搜尋的數量 最後呢 這個搜尋的結果 要送到哪一個信箱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不管是你查你的個資資料 還是你想要關注的 這個內容 他就會時間到 有查到 他是有查到的 沒查到不會寄給你 就有查到 有不一樣的 他就會自動寄封信到你的信箱 這樣你就可以隨時關注一下 你想要的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一些新的發展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Google快訊 當然如果你 已經OK了 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再把它刪掉 所以你看 我真的有關注一下 我自己 你就找一下 因為真的 有些時候 你的個資證會 不小心有人放在上面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減少 那下面這邊呢 就不用了 這個新聞版面 這個應該還好 好